汉武帝他不单只是说扩张疆土 最重要的是他还在意识形态 跟国家的考选制度上有所作为 武帝时代还建立了所谓的 咸梁方正查举孝联制度 汉朝的皇帝的统治 其实是杂取各家之所长 其实皇帝有做到的事情 汉武帝做到了 但对外战争很有效率 而且整个国家的专卖制度建立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e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来座谈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历史 讲历史当然欢迎谁来座谈 我们来欢迎王立美老师 学校好 主持人好 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 我们的大任私人系列 我们当然讲一些波澜壮阔 在历史上影响盛大的 既然我们第一期讲了秦始皇 所谓中国第一位皇帝 得奸商皇功过五帝 当然我们就尽量来讲大皇帝这一类的 其实这个观念有点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说前几个我们就讲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 遇到强大的君王 伟大的君王的时候 会给他上一个封号 叫大帝 英文叫The Great 但在中国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概念 这个是非常有趣东西方文化落差 但是在我们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后 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去列举一些伟大的皇帝 另外一个秦皇 大家提提汉武帝 汉武帝流册 西汉应该算是最著名 也是中国除了秦始皇之外 最著名的一个皇帝 我们今天想要谈什么呢? 我们来谈一下他如何让中国进入一个世界巅峰的位置 他的成就在这个方面呢 事实上甚至还超过了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达到前所未有成就 他在秦汉帝国上创造了第一个高峰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汉武帝的故事 首先当然还是要先来请教学长 汉武帝很年轻就上位了 16岁 是不是来提一下怎么样当上皇帝 那他刚是开国的这个情况 应该说他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情况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禁地呢? 好稍微讲一下 整个汉朝基本上到了汉武帝流册即位的时候 大概基本上他的国家的状态已经 可以说相当的稳定了 因为经过这个文帝景帝时代40多年的安定了 所以当时的汉朝 根据我们今天看到像史记的记载 就称当时汉朝这个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当时这个国家的国库 除了各地的粮仓都爆满之外 甚至已经到了什么 到了那个就是把那个铜钱 用那个绳索把它贯穿起来的铜钱 那个绳索都已经腐朽了 当时这个史记也记载 中国各地牛马成群 在长安一般人不但要骑马 还都要骑熊马 骑公马这样才过 已经到这种地步 象征着当时经过文景40多年的安定 当时整个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帝国 他的国力恢复的一个状态 所以简单说 这个汉武帝 刚那个学弟提到秦始皇 简单说汉武帝一定程度上 还比这一点来讲还比秦始皇幸运 秦始皇他想要做大事 他在统一之后 所谓的平定六国之后 实际上国家的状态 老百姓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好 而汉武帝所承接下来的 却是一个国力已经完全恢复 而且这个国家的国库 非常充实的这样的一个帝国 不过汉武帝在刚即位的时候 就刚刚那个学弟说 他16岁就即位了 16岁就是高二生中二 他一开始即位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样的顺利 这个文景时代中国是实行皇老之治 他的老祖母 也就是这个汉文帝的太太 窦皇后这时候还在 其实整个汉朝的政治 我们过去也讲过 汉朝的政治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外戚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强大 从这个西汉贯穿从西汉旅后开始 一直到东汉最后的这何太后为止 其实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外戚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这个外戚当然又跟什么婚姻 这些有关系 这窦太后是这个皇老智述的 忠实信仰者 这简单说整个这个 从文帝开始 整个国家的这个治理的状态 这个女人都有相当程度的参与 所以窦太后为主的这样一个守旧的力量 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尤其是据说这窦太后 很想把位子给这汉景帝的弟弟梁王 这个七国之乱当中 为国家也立了功劳了这个梁王 想给他的小儿子 所以对这个刘策并不是那样的喜欢 所以刚刚这个即位的刘策 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需需多多的这个挑战 再加上一开始的时候刘策还不是太子 所以他一开始是被封为焦东王 汉景帝的长子 是这个当时的另外一位皇子叫刘荣 被封为这个太子 一直到了这个西元前150年 太子刘荣才被废为宁江王 这个刘策 就是我们讲的汉武帝 才被立为太子 他的母亲王室 也才被封为这个皇后 他能够被立为太子 还有很多 在历史上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因为他的母亲 这个孝景王皇后 跟他的这个姑妈 这个管桃公主 刘飘 有很密切的关系 据说这个历史上称说叫金屋长交 对不对 简单说了 刘策刚即位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 斗太后的这个阻挠 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能够真正取得政治权利 一直到这位老太太去世 大权才又回到了这个汉武帝的身份 这时候汉武帝大概也才20出头 他还非常年轻 那汉武帝很早 他就是一个很想要有所作为的这样一个皇帝 事实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整个国家的状况也给他的一个这样的条件 所以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来讲 大展身手就在这个老太太 他的祖母去世之后 就算是正式展开了 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其实汉武帝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绝对掌有实权的皇帝 不是 那我觉得汉武帝他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人格特质 但是既是正面也是反面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阿娇 他本来不想认账的 我知道经不长交的故事 小时候对他两小无猜答应了 这个阿娇是他的表姐妹 当时其实娶这个表姐妹是很常见的 代意给他这个金屋 后来翻脸不认账 这个是成为一个伟大帝王 常常出现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这个伟大我必须说 就是他会去建立一个相对 我们以今天的民族主义看的一个巨大工业 就是他翻脸无情 这个是一个汉武帝的基本性格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到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 汉武帝的性格 你是不容易捉摸的 他并不是一个成立于过去或现在 他更多的时候是他不断的想着 他接下来想干什么 他对于他身边的很多事情 他不见得就算有情感 但是他要舍要留 随时可能是一念之间 这个我觉得是他建立了所谓的 秦汉大帝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 不过汉朝的基业 他当他继承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知道汉文帝汉景帝也就是他的爸爸 对于扩江辟土并不是这么样的有兴趣 所以他当时所继承下来的一个国土 学长其实并不大 这个是汉初十国十五郡 那十国我们可以相对的 他其实也是个郡的等级 我们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秦汉大帝就说其实他的版图甚至比秦始皇还小 学长 这我稍微讲一下 其实汉朝初年的版图比起秦汉大 其实要大幅度缩小了 主要缩小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北方核桃地区 在秦汉有所谓的五元郡 蒙田在驱逐匈奴之后建立了 在核桃这边建立了囤墾区 建立一个军事跟行政的一个管理 各位核桃很重要 为什么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核桃是一个很肥美的牧场 这边有丰沛的水槽 如果让匈奴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修养生息 那就会变得非常强大 第二个核桃 各位注意看一下 核桃跟帝国的心脏长安所在地并没有很远 非常近 对我可以告诉各位 一旦匈奴的主力在这边修养生息 牛马成群 变得非常强大之后 根据汉代人的记载 只要快马加鞭 日夜不停向前奔驰 大概5天不到的时间 4-5天左右就可以达到 可以到了长安城下 可以到这种地步 所以对汉朝的国防来说 核桃的失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这第一个 第二个各位你看一下南方 首先第一个浙江以南 一直到福建的沿海地区已经变空白了 这时候已经脱离中国的控制 建立所谓的东海王国跟明月王国 已经有两个独立的国家 以当地的原住民 百岳主为主 对没错 各位你再看一下绿色的长沙国往下 两广地区也不见 我告诉你当时两广地区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由一个河北人 前秦朝的地方官也是将领 赵佗 在这里建立一个南越国 南越国相当大的国家 各位包括今天的两广 一小部分的贵州 还有越南的北 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国家这个范围非常大 而且南越国一度称帝 赵佗可以说是南方南霸天这样一般 南霸天啊 对 他的确认为是南霸天 他认为他是将领出身啊 那你这北方的这个流芳是流氓出身吗 你流氓能当皇帝 为什么我不能当皇帝啊 这很有意思啊 这以后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讲一讲赵佗这些人 边疆英雄啊 这里有一张地图啦 给大家做点补充 这个南越国就是现在这个南边这个粉红色 他那个番语啊 其实就是大概在今天广州这一带 广州附近 对 那今天越南 越南历史上称赵佗叫赵朝 就是那个赵国的王朝啊 赵佗被称为赵王啊 今天这个在河内还有赵佗庙 各位 还被列为是神仙了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东方文化的一个特点 OK 那敏越国就是在南越旁边这里有个紫色的 可以把它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 所以各位这张图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大概基本上有人做过统计的汉初的疆域 大概基本上只有秦朝疆域的大概三分之二左右 秦朝疆域在这里可以做对照 对没错 所以汉朝初年的当时的这个国家的疆域小啊 而且国力非常的弱 其实从汉高祖刘邦晚期开始就开始开取核心政策啊 就是尽量避免跟 北方的匈奴啊 来做正面碰撞 告诉各位 匈奴这时候非常强大 嗯 可以看看啊 大概从今天东北松花江流域 横跨整个西伯利亚 贝加尔湖周围 再加上他还控制了一部分的中亚西亚 可以说是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一个游牧民族啊 中国一定程度上 虽然我们史家不会这样写 但一定程度上各位想想看 每一年嫁公主过去 每一年又送一大堆财物过去啊 让匈奴人可以进来啊 就是欺负这个汉人 我们讲白的也等于是臣服于匈奴 所以当时汉朝的状况是这样 这不得不及一个历史事件啊 汉高祖刘邦啊 曾经被围在白马 史称白马之围啊 因为他当时呢 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对付匈奴了 带着兵将啊 自己就亲征去了 他应该是已经搞定了汉出的诸多工程 对被匈奴堵在白马 差点就再见了 那后来等到汉文帝和这个汉朝 经过这个租履的事件结束之后 汉朝的状况又恢复了 汉文帝和汉景帝40多年的事件 基本上就完全是延续了啊 这个我们刚讲这个核心政策啊 因为在国内实行所谓黄老治疏 什么是黄老治疏呢 简单讲就是大陆朋友常说叫不折腾 就是尽量让老百姓与民休养生息 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 中国大陆挖掘到这个汉景帝的坟墓 阳陵嘛 太阳的阳 现在已经变成博物馆了 那前年吧 又发掘了霸凌 就是这个文帝啊 阳陵我去参观过 当时我们可以说汉朝是这个文锦时代的皇帝 是非常节俭的 你从那个阳陵里面看到挖出来都是什么木器 土器 陶器 跟切磁皇的死亡陵比起来 真的是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比 我这也正接证实 司马迁的记载是没有乱讲的 的确汉朝当时文锦时代的风气的确是这样 累积了太多的愤怒 还有累积了太多的屈辱的汉朝 终于到了诸以反击的时候了 这位这个年轻的皇帝 一继位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了这个和亲政策 要对凶女实施所谓的军事打击 他一开始的时候 曾经采取过幼鼎深入的战略 但是并不成功 当时一个驻守在边区的一个将军 叫王辉 辉富的辉 王辉他说要引诱这匈奴进入汉朝境内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一个边匠向这个匈奴投降 说我可以指引你入侵中国 汉匈双方其实没有什么互信 匈奴当时也在打汉朝的主力 当时的这个匈奴的残余很快发现 有可能是陷阱 所以就撤退了 不过这一次撤退也宣告了一件事 就是双方过去累积的表面上的和平 就到此结束 正式撕破脸 对正式撕破脸 你竟然想来用中捉鳖 对 想搞我你小心啊 对没错 刘策就汉武帝也改变了他过去 也改变了这样一个诱敌深入 这样一个战略 该才主动出击 这个汉朝的主动出击 就是为了一开始很清楚 就为了打下两个地方 或者说收负两个 第一个就是核套 因为核套如果不拿下的话 匈奴继续盘踞在这里是非常危险 对 第二个就必须拿下河西走廊 第一个除了继续保护关农地区的安全之外 也等于是打通了中国进入欧亚大陆腹地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 中国从此之后就可以经由河西走廊进入到中亚地区 对匈奴可以实行一个大包围 东西夹击的这样一个战略 当时的这个刘策 所任用的将领是非常有名 其实都是他的亲戚 一个就是王后魏子夫的弟弟魏青 他不只是带兵作战 在朝廷当中也很有声望 第二个就是魏青的外甥霍去病 各位霍去病跟着他的这个旧父魏青初级匈奴的时候 各位才十八九岁 非常年轻 就是一个高三到大一这样的一个学生 魏青先打败了匈奴取下了这个河南 所以河南地就是今天的河套 然后他指的就是河套这个河湾以南 河南地 这是很重大的一次胜利 可以说在这里又重建了过去 这个秦代在这边的所建构的一个防线 这个匈奴从此之后被赶出河南地之后 基本上对中国的生存就没有大的这个威胁了 第二次就熟职二人联合出击 这一次很重要 就是拿下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之后就建立了所谓的河西四郡 五威张义九泉敦煌 各位请注意 这个五威张义九泉敦煌 这四个地名到今天都还存在 对 也就是四个地名到今天存在了两千多年 这也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少见 一个城市两千多年名字没有改 河西走廊的建立跟河南地 就是河套地区的收复 使得整个汉凶战争的状况 就发生一个很大的逆转 中国开始从被动的防守变成主动的出击之外 最重要的是在战略上面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继续以河西走廊 以及河南地作为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基地 继续向北方以及向西方发动持续性的攻击 后来卫青跟霍续兵应该讲深救二人 又持续向北方进行扫弹攻击 基本上大概到了西元前112年左右 就达到一个当时中国史书生叫做 莫南无王庭 什么叫莫南无王庭 基本上整个莫南草原地区 就没有匈奴的核心势力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 内蒙古一代就没有匈奴的核心势力存在 各位知道吗 卫青跟霍续兵在对匈奴作战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大量的俘虏或者是歼灭匈奴的牲口 就是他们所饰养的牛羊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史记 史记里面都有记载 各位如果觉得看史记麻烦 你就Google或百度一下就知道 每一次汉凶战争 中国获得胜利 大部分都大量的俘虏匈奴的牲口 各位牲口就是他们的什么 就是他们的财产 大量俘虏牲牲口的结果 会逼迫匈奴走向破产 匈奴到了后来他的战争 在对中国的战争比较去下风之后 他用的方法就是兼闭亲野 当探朝的部队开始向北方出击的时候 他就向漠北撤退 向收缩战线 各位向漠北撤退的结果是 他的牲口牲畜要大量的活动 大量的长距离的奔袭 各位这会造成什么结果 你们知道吗 会让许多的森数在惊吓奔袍当中大量的流产 匈奴跟中国的战争对匈奴来讲有一个天生不利的一个状态 匈奴人这个据说七岁叫会弯弓射箭骑马 暗潮称匈奴有30万控悬战士 这个有人做过窥估了 如果说他的这个少壮青年少壮人口有30万的话 匈奴全国的人口大概100到140万左右 各位100到140万实在不算什么 到了汉武帝是在中国的郡 各地的大郡超过100万的已经比比皆是了 什么碗南洋都超过100万 所以这个战争如果跟中国长期死磕下去 匈奴势必要吃亏 因为他受不了这么大的损 中国可以跟你耗 没关系 可是国地上有差别 所以这个战争到了汉武帝时期 基本上匈奴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进行反击 那这个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也不是每一次都会获得胜利 但是这个长期这样损耗下去 这个匈奴人就慢慢就不行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除了这个汉武帝他的部队进入到这个北亚的草原地区 对匈奴进行扫荡之外 还很重要一点是汉武帝很有大迂回的这样一个战略 他认为取得河西走廊之后 必须要持续向西深入 干什么呢 就是要联合西域地区 同样受到匈奴侵略压迫的国家 跟中国实行变成一个东西两侧 包围的这样一个状态 夹击匈奴 各位这就是非常重要一点在汉武帝时代也发生了 就是张谦通西域 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就是我们过去不论是海峡两岸 或者是海外学习中国历史 各位没有发现一件事 中国人特别喜欢强调悲剧英雄 像什么文天祥 郑成功 我不是说他们不伟大 汉朝时代有一位李广 悲剧英雄不是不伟大了 这样中国人会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勋讨 特别对这些悲剧英雄寄予无限的怜悯 可是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对整个世界人类文明都发生重大影响的人 反倒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些悲剧英雄那么有名 其中有两个我觉得最重要 一个就是这一位张谦 还有就是明朝的政和 尤其是张谦 我甚至认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最伟大的探险家 当时汉朝人称他向西探险的这件事情 就受汉武帝的任命到这个西域去联合大陆之国 大陆之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 中亚西亚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联合大陆之国 然后跟这个西域各国东西夹击这个匈女 汉朝人称他这一次的行动叫凿空 凿就是那个开凿的凿 空是空间空就是他王文权是拍过一个新世界 各位没有人去过 一定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有点像登陆火星一样 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去过只有传说 这样的一个情况 张谦他不如使命 各位你看几乎没有专门的电影跟电视剧 在演这些英雄 尤其是张谦 我们一般人对张谦的事情知道的也不是那么多 这个张谦到匈奴两度初始中亚地区 还被匈奴抓到过两次 匈奴人也没杀他 各位 匈奴人很尊敬英雄 觉得他了不起 但是他两次都能够不忘使命 又从匈奴的禁锢当中逃脱出来 然后进入到这个西域各国去 然后跟他们怎么样联合 他后来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大陆之国 为什么联合大陆之 我告诉各位 大陆之本来是住在河西走 有人考证过 王国为这些人考证过 他认为所谓陆之应该就是后来的敌主 后来因为大陆之被匈奴击败了 据说匈奴人还把大陆之王的头砍下来 把他的头盖骨做成瘾器 就变成喝酒用的 所以这个陆之人跟匈奴是四仇了 他被打败之后 他就往西走 穿过了河西走廊 到达今天中亚西亚的险海离海之间 绿洲草原地带 打败了当时希腊人所建立的国家 叫大夏国 打败了大夏国之后 就在今天的阿姆犹豫这边建立了入资国 而且很快他的国力又恢复 变成中亚第一大国 等到张千好不容易到了入资之后 结果当时的入资王 已经是那一位被砍头的入资王的真孙 各位你想看 他在这边已经住了那么舒服 他已经没有报仇之心 所以据说张千在入资待了一年 就是入资人并没有很想要回去报仇 不过这个入资王的理由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除了他不想想报仇之外 他也不知道汉朝是什么样的国家 所以一年之后 这个大入资已经 这个西域各国 有许多都派着使臣 跟着张千一起到了场 各位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 这代表一件事 丝绸之路宣告打通 整个中亚地区用今天话讲 叫做全球化 对不对 他会说半球化 各位这是人类在欧亚大陆上 最早的一个贸易路线 各位你看张千多伟大 他除了是探险家军事家之外 他也是一个打通欧亚大陆贸易路线的 一位伟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当他背后支持他的就是汉武帝 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支持他 他们一军一城才能完成如此的伟业 后来张千第二次又出使西域 去联络另外一个在北疆的一个大国 乌孙国 乌孙国在哪里 其实就是伊犁 就是我们前面几集斯路斯明 讲到对伊犁 伊犁再往北走一点 在这一带 也是中亚西亚草原国家 因为乌孙国同样不太愿意跟匈奴打仗 其实这也不奇怪了 当时的中亚的这些国家 也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了 汉朝是一个大国 不过他们也是手术两端 就是我也不想得罪匈奴 不过乌孙国也同样的 也派了这个使称 还纠集的西域二十多个国家 一起到长安 去向这个汉武帝的朝建 可以说中国的国势跟国威 在通西域跟击败匈奴 这两件事情达到之后 就到了一个顶点 日本学者称作叫中华世界的第一次全盛期 这个说法我非常赞成 中国这时候已经是 俨然是欧亚大陆 这个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 各位请注意一个概念 过去史学家常常喜欢讲 这个欧亚大陆两端有两个强大的帝国 在这个时候 一个是中国的汉朝 一个是罗马帝国 各位请注意 这时候罗马帝国还没有出现 这个时候还是罗马共和国 我告诉各位 这时候罗马人还在跟地中海还有希腊地区的这些国家作战 还在打仗 所以这张图很常被引用 不过我要这边补充一件事就是 这张图在西汉末或到东汉 其实到东汉的盛期的时候比较符合 对没错 当然明帝张帝之后 大概才到这样一个地步 这个时候的地中海到底入死谁手 还很难说 各位 当时希腊人的国家很强大 比如说埃及的波勒密王朝 还非常强大了 北非的加太基 大家应该都知道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海洋国家 汉尼巴将军 对没错 海权国家 所以入死谁手还很难说 可以说这时候欧亚大陆上真正的强权帝国 就是汉朝 有人算过了 他通西域之后 再加上拓展了河南地 又控制了一部分的漠南朝原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 他同时也把东海 就是今天浙江 东海跟芈月王国重新收入版图 然后后来南越国发生了一段 中国又趁机将南越国的领土 两广越南北部收入版图 还有海南岛 建立所谓的岭南九郡 各位有人算过 这个时候汉武帝全盛时 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 大概已经超过550万平方公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国家 在欧亚大陆上唯我独尊 成为当时对整个世界人类文明 造成重大影响的一个国家 这个钱穆先生称 在这之前的中国 是中国的中国 从汉武帝之后的中国 就是世界的中国 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也同意日本学者的看法 所以中国世界的第一次全盛 就是在汉武帝的手上所达成 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就说 比如说刚才讲到几针匈奴 我们这边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所谓的河西走行在哪里 就是这一块 好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禁军路线 你看一路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畔 对没错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 因为汉朝的部队跟匈奴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匈奴是全部都是骑兵 但是汉朝的部队是骑兵 再加上步兵的混合编制 再另外粮朝转移问题 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们必须说 魏清霍军兵真的是非常有才能 另外所谓的末南无王庭 是一个什么状况 很简单 大家了解一件事就好 今天的内蒙古的蒙古族的数量 跟今天的蒙古国的蒙古族的数量 你就可以去想象 为什么提这个概念 土地负载力差异极大 对没错差太多 对因为末南他大部分 包括像是 因为匈奴还占领了 像是东北这些地方 以前在战国时代的时候 还有东湖族还在这里 东湖是很多很多 后来游牧民族的祖先 比如说包括我们知道 很熟悉的女真契丹 鲜卑蒙古都是跟东湖有住院关系 但anyway重点是匈奴灭了这些地方 所以他们在一个相当肥沃的潮场的时候 他们的战马的数量会很多 那就跟汉朝不一样 汉朝的话你一个将士要有几匹码 而匈奴人一个将士可以有几匹码 不是一人一马骑到底 蒙古人全盛时期的时候 一个战士三四匹码是常态 最少三匹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之所以被认为说 他在扩展疆土或者是在武功上面 他之所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真正断绝了一个什么 就是匈奴的有生再生力量 刚才学长提到一个关键 就是大量的生柱会流产 甚至过于疲劳而死亡 尤其是幼宅 比如说他当时抓了非常多的牲畜 很多就是掉队的 跟赶不斗跑不快 你不像战马他可以专门是用来给你作战跑步用的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汉武帝还有一个特点是 他的战略观非常强大 所以他懂得去拓展西域 其实是断匈奴之侧义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今天的西域 主要是新加跟中亚这一代 我们想说都是沙漠有这么重要 还重点有绿洲 然后天山的附近也有很多很好的潮场 所以这个对匈奴来讲伤害很大 所以这个就等于说 汉武帝在初级匈奴之后 他基本占了一个所谓的主动优势 这也奠定了后来匈奴人 为什么到了汉朝结束之后的五湖十六国 为什么匈奴人会累习 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很多匈奴人在西汉之后 他一直想要跟汉朝对抗 都是处于一个相对下风的状况 这个是我们做一点在汉武帝 他的一个所谓的战略观上面 这不是一般帝王有的 一般帝王不会叫张迁跑去着空 另外补抽一个张迁着空的故事 张迁着空一开始是笑他 讲空话骗人亡 但后来证明他讲的都是对的 都是真的 所以着空反转成为一个正向的形容词 是这样 你看汉书的西域列列传我们就知道了 之后有大量的西域人到中国来 经商在朝廷里面做事 可以说中国的帝国 就逐渐变成一个世界性的 对这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中国开始真正变天朝 就是从汉朝开始 打破了本来所谓的界限 就这是证明中国的本质 中国本质就不是一个种族歧视 以种族为主 它是一个文化为主 所以包括汉朝武帝有一个重臣 后来叫金律赤 他是匈奴人 对改汉姓用汉俗穿汉服 讲汉语 你就是汉人 因为我稍微补充一下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南越国 南越国的创建人赵国 现在广州有一个南越国的一个博物 就是那个南越王的亡灵 这个在1980年代被发掘出来 另外我告诉各位 汉武帝在中国东北也有扩张 当时的朝鲜王姓魏 就宝魏的魏 据说这个创建人叫魏满 魏满是燕国人 其实也是河北 所以各位你看 秦朝末年因为天下乱了 结果有许多中国人 就在边疆地区拒地建 而且还建立了 颇有规模的国家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中国这个民族 在古代其实非常有活力的一个 而且很快就可以跟当地的老百姓 综合在一起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是征服的一个概念 后来这魏式朝鲜 也是一样发生内乱 再加上杀害了这个 汉武帝所派去的使节 所以汉武帝后来派兵 打败了魏式朝鲜 设了所谓的东北四郡 所谓的这个 征番邻屯热浪宣扑 也让中国的版图 推进到今天大概 这个朝鲜的中南部 各位请注意 征番邻屯热浪全土 这四个郡的建立 尤其是这个热浪郡的建立很重要 因为在日本历史上 东北亚的日本 就是从朝鲜半岛 然后经由这个热浪郡这里的花人 开始吸收到中国的文化 中国在这个 不论是岭南地区 或者是我们刚讲 这个东北亚朝鲜半岛 或者在这个西域这边 其实中国所放射出去的 不单只是国地而已 刚决定一再强调 中国没有殖民这个概念 没有错 中国所到之处都会把自己的文化文明 包括文字 制度 思想观念等等 传播到世界各地区 所以中国所到之处有点去举起了文明的火焰 把文明的光芒跟温度 传播到当时的中国文明所覆盖的地区去 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你也可以说 这个在汉武帝的这样一个政策 本来是为了打败匈武 可是却因为这样一个政策之下 让中国文明真正成为世界重要文明的一致 可以说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达成 这边做一点技术补充 因为有些人会用现代的观念去看待 就说那你就是用文明去欺负野蛮 其实不一样 因为在当时世界的发展是落差非常的大 为什么可以把汉鼠带过去 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 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 农业民族的一个要点是 它的生产技术是非常先进 所以当它到那边之后 它是交代当地如何的耕种 那耕种就要用什么 用农民力 农力就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的核心 你看中国多少节庆跟农力是相关的 这件事情很重要 立法改变 生活习惯改变 因为主要是你变成农耕 你本来不会农耕 我帮你农耕 本来是刀跟火种是油耕 油烈的状况 那你变农耕 那农耕之后 它就会逐步进行同化 那这个同化 在语言上面它会有很多奇异 这也是另外一个中国的特点 因为中国是书童文车童鬼 但是话不农机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这种细致 但是当然汉武帝除了武功之外 他在内政的治理上面 也有很多的特色 例如说他有名的 他任用了一个高手叫桑红羊 然后推广了所谓的盐铁专卖制度 学长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他的内政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变革 好稍微讲一下 基本上对汉武帝来讲 各位因为他要从事 我刚刚讲开疆破土的这样一个战争 所以对他来讲很重要一件事 你国家的财政必须要加以整理 过去文景时代那一种松散的结构 到了汉武帝时代 他就因为要配合他国家政策 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实行下去了 所以汉武帝用的方法就是用像桑红羊这些 其实我告诉各位桑红羊在过去中国史书上评价不高 认为他就是一个压榨百姓的库吟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在鸦片战争之前 不要说桑红羊 连汉武帝的评价都不高 鸦片战争之前被认为 汉武帝这些是穷兵独武 这个也不能说完全错 汉朝经过汉武帝这几十年的折腾 的确国力消耗非常大 老百姓生活很痛 没有错 桑红羊他即位之后最重要的 他就执行了两件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盐铁酒专卖制度 什么是盐铁酒专卖制度 各位为什么要选任盐铁酒这三项 首先第一个盐 盐是民生必需品 我告诉各位 从汉代之后 各朝的公卖制度都有所调整 但是盐的专卖基本上就没有调整 基本上就没有变了 一直到情况 有些是政府把委托给商人 所以发所谓盐铁就是所谓的执照 给民间的商人来办 然后政府来酬水 有些就由政府直接官办国营 盐是民生必需人不吃盐会挂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古代 僵域这个版图非常大 所以盐的贩售距离非常的远 内陆都是需要盐 当然你说也有井盐等等 像四川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四川的盐要运出来 也不容易 仅供四川地区使用 对没错 所以沿海地区的盐的供给 就非常的重要 涉及到国家安全 跟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有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为什么是铁 因为铁不但是武器 你大规模对外战争 你必须要统合整个铁的资源跟生产 因为还有一点铁也是农具 铁也关系到农业的生产力 另外就是酒 其实酒的公卖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好几次 其实到晚近都还有 中华民国都还有烟酒公卖局 就今天的烟酒公司 对才变成台酒公司 酒也很重要 为什么当时的酒主要是补物酿造 所以酒的产量的高低 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存粮的问题 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 桑鸿阳所实施的公卖制度 其实一定程度上一句话 它是一种管制经济 当然它有与民争利的可能 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集中汉朝的国力 在支持汉武帝 能够完成我们刚刚讲 在外面的这一些 他要达到的这一些的任务 那基本上大致上成功 另外就是上红阳还完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军书观跟平准观 什么是军书平准 其实就是国家的物资调控机制 各位请注意 这个秦始皇想要建立一个高度有效率 而且控制力强大的帝国 我们可以说秦始皇壮志为仇 可是各位 秦始皇没有做到的事情 汉武帝做到了 这就是一个不但对外战争很有效率 而且整个国家的专卖制度建立 物质的调配 什么是军书观 什么是平准观 就是由国营的商店 或者说国营的 在全国几个大城市 设立所谓的军书平准 一方面 平易物价 平准就是平易物价 二方面就是军书 当着农业生产丰收的时候 就大量的购买 等到欠收的时候 他再把秦放到市场 一方面避免古建商农 二方面可以满足市场上的需要 各位你不要小看 这时候中国人口已经很多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 中国人口据估计大概不会低于5000万 给人会觉得5000万算什么 各位在古代5000万是雷霆万军的数字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 最多只有2000多万 你就可以知道了 5000万是非常大的一个人 当时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 已经有百万人以上的大军出现了 这个在古代来讲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再给各位一个数字 中世纪的时候 欧洲最大的城市 军事坎丁堡 多罗马帝国 多罗马帝国全盛时期 人口多少 大概25万人 中国比起来真的是不算什么 用大陆说法算是三线城市 可以这样讲 中国已经有百万人以上的大军 所以物价的平易很重要 因为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社会的安定 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汉朝的官员的行政效率是很高 其实这边也提供一个点让各位去思考 就是过去旅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 他曾经用了一个名词 在中国是不能从数目之上管理的国家 对不对 各位 总之我们要思考 在汉代军书官 平准官 跟所谓的盐铁酒 贡卖制度的建立 其实这都是在数目之上管理国家 其实不只是汉代这样 我们今天找到了像秦代 所谓的这个税虎地勤俭 里面也一样 中国的官员 对当时基层的人口粮食生产 甚至于工商业的税收状态 都要有非常清楚的管理 而且数字是非常精细的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调诡存在 那为什么中国数目制管理 做到这样一个地步 和中国后来的生产力 一直在停留在一个农业生产的状态 这个我们日后还可以再来讨论 这个桑红阳的经济管制是成功的 因为他非常精细的调配 跟他的这个很有效的这个控制 让整个汉朝的这个国力 得以有效的运用 掌握在朝廷的手里 桑红阳当权的时间 相当久 对 汉皇帝之后 到了昭帝宣帝时代 他都还在 后来在汉宣帝时代 中国还出现了全世界最早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与所谓的管制经济 有点类似像社会主义 国营管制经济 这样一场大辩论 叫盐铁论 各位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可以说是最早的 人类的经济学专注 可以这样讲 代表民间老百姓的 所谓的咸良方正 就地方上考选出来的这些人 就跟朝廷讲 不要再与民争利了 放一点空间给老百姓 他们是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 那桑红阳这些所谓的税利 库利都认为不行 这个国家的管制控制很重要 现在中国人都已经忘记了 言必称亚丹斯密 对不对 其实中国古代就已经有 市场经济跟所谓的计划经济的 这样一个辩论就已经存在了 是我这边做点补充了 基本上我们讲到桑红阳 讲到刚才所谓的专卖制度 大部分被低估了 当然就刚才学长讲的 因为古人是市农工商 当你把政府当商人 你还玩五斤奢贷 这什么鬼啊 当时他们还有一个专用字 剃跟药 一个就入米 一个粗米 当米过剩我就收购 我就低价购买 然后当缺米的时候就卖出 光这个对于整个汉潮 就是社会是一个稳定 然后政府可以大量的创造财富 就是一个创税 今天我们的名词啊 那这种东西都是前代所没有的 但是有一些观念当然有 但是它是零散的 其实这些东西必须说 桑红阳并不是去独创这些东西 而是说他去把古代历来去整理 因为比如说岩的专卖 其实在齐国的时候 战国时代 其实战国时代就有了 对 他是创造一个产 所以齐国最富嘛 但是桑红阳我觉得他的特色是 他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统整 而且他建立了一套行政制度 有一群官员跟着他 就是每天在干这党事 但是这群官员 他们在历史上并没有太多的发声权 所以他们就被骂 就是一群爱情酷吏 对老百姓的语名正利 剥削老百姓的一个代表 但是也恰恰因为有这样的制度 所以刚才小小提到 他是创造了汉朝国力动员力这个基础 这很不一样 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匈奴人控闲之势30万 全国百万多人口全民皆兵 这个是为什么秦始皇这么凶猛 但他永远他得派一个太子去守边 叫蒙田整天守在那边 而且我刚才讲到 核套这么有利润的地方 但是秦始皇都占了 但是为什么匈奴人 还是可以跟他这边耗 又有一个很简单的 秦国并没有办法集中全国的力量调集来 跟匈奴人玩 秦国已经是个战争机器了 而且他管制非常严格 不要忘了秦国最后会灭亡 陈胜武广会什么起义 就因为他们晚一点到集合点 因为下大雨 对 没错 但是汉朝我觉得他的特质在这 就是商量是调动了整个汉朝力量 他等于说他有一点现代化 那种总体战的那种味道 当然强度是远远不到那里 但是以当时汉朝 西元前100多年各位 所以我们要用当时眼光 当他这样一调动的时候 汉朝那6000万人口所发挥的优势 就渐渐产现 那6000万所产生的力量 他不用严控到这种程度 但是匈奴在所谓的生产力 作战力本来游牧就不是一个 很强生产力的地方 等于讲白了啦 就是汉朝让自己的财富动起来 然后真正在作战扩张上面可以使用 当然他的后遇这些协议见得 打到后来就民生凋毙 他经济还在成长 可是匈奴就只能这样 最多就是这样 对所以这是一个 山洪阳我认为在整个 汉武帝的霸业里面 他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实际是被低估的 这个是过去讨论很少去讨论到 那当然汉武帝他除了在刚才讲到的 这个外交军事内政之外呢 他还做了教育事业 那是谁呢 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课本上必提啊 霸触百家独尊如是 靠谁 靠董仲书啊 学长董仲书又帮汉武帝做了 怎么样的思想工作 这个三件事要注意一下 汉武帝他不单只是说扩张疆土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搞那些国英事业 来加强他的这个国家的动员力 最重要的是他还在意识形态跟国家的考选制度上有所作为 首先第一个霸触百家独尊如术 哇这个影响太大了 简单说 你知道汉朝初年到文景时代 当时中国还是呈现一个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到了这汉武帝初级的时候 当时许多人就谈到 这汉武帝初级 当时所谓的老庄深寒之术 就是道家法家 对不对 老庄深寒之术 依然是非常的盛行的 但后来董仲书在建元元年的时候 董仲书就上了所谓的天人三册 他就讲到 他说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长经 古今之空一也 今思意道 仁意论 百家书邦 旨意不同 事以上无以词一统 法治素变 下不知所守 成予以为 诸不在六义之科 孔子之素者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 就是如果你的帝国要长治久安 皇上你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大家的思想不同 你的帝国就无法长治久安 最好的方法就是 除了孔子的六义 就孔子的六经之外 最好的办法就是 大家除此之外 其他的学术 帝国都不予以官方的地位 跟承认 各位请注意 他没有说要把 下注是百家书烧掉 他没有这样子讲 他只是说 除了儒家的六经之外 其他的书都官方不给予地位 就是从此之后 官方只认这一种意识形态 各位 这里面就有一个概念 我们也可以说汉人 就汉朝的西汉时期的知识分子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我们不要重蹈秦朝的负责 秦朝是个失败的案例 但是秦始皇不准老百姓读书 所以汉人很聪明 他只取老百姓读一种书 孔子所编的书 这很厉害 从此之后 所谓的独尊儒术 儒家就出来了 讲到这边 各位请注意两点 第一点就是 这个时候汉朝的所谓的儒家 已经跟先秦时代 同梦的儒家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这个时候的儒家 已经参入所谓的阴阳五行 董仲书所写的春秋凡路 这本书 如果各位有兴趣 也可以Google看一下 春秋凡路就很清楚 因为有非常强的 所谓的武德宗史说 的色彩在里面 你要顺应天命 天人合一 武德宗史的意思 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讲 叫风水轮流转 你不要认为 如果你汉朝不干好事 不好好做事 没有珍惜上天给你的这个地位 有一天你会被取代的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当时这个董仲书也好 或是当时所谓的汉儒 也很强调所谓的通经制用 什么通经制用呢 就是我用儒家的经典 实际上在政治的运作当中 加以实行 那儒家新年最强调的两个字 秩序 或者是用儒家的名字叫伦理 什么是秩序 什么是伦理 就是国家必须要在一个 很有效的一个统治 所谓的尊卑有别 高低有别 君君臣臣 富富之子 这样的一个秩序下面运作 这所谓的秩序 一定程度上 这跟法家思想是有关系 就是你要维持帝国的安定 所以这个时候的儒家 一定程度上 除了阴阳家 古德宗史说的思想 已经胜入之外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所谓法家的这种 君尊成卑 已经跟孟子所说的 所谓的设计 这个君为亲设计 赤之名为贵 已经有所区别了 后来到汉宣帝的时候 汉宣帝直接就讲 汉家以杂霸治天下 什么是杂霸 就是各家我们其实都用 其实这句话是很诚实的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虽然所谓的贤良方政 取势 是以通义经 进到武经通义经 你就可以进政府做事 但实际上 汉朝的皇帝的统治 其实是杂取各家之所长 你也可以说 帝国的意识形态是一套 他要老百姓读这套书 可是在帝国的实际统治的手腕上面 不光只是拘泥在儒家 一家之下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和古地时代还建立 就是我刚讲 所谓的贤良方政 所谓的查举孝联制度 什么是查举孝联制度 简单说 就是由各地的地方官 在地方上选取所谓的孝子联礼 就是你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你通一经 五经你要通一个 要基本的花生 思书一礼春秋 对没错 第二个就是 你必须由地方官来推荐给政府 各位请注意 这就是后来世俗制的一个滥伤 地方官会推荐谁 一定是地方的有利人士的小孩 地主 乡绅 甚至于就是地方官自己的子弟 所谓的世俗政治的滥伤 就已经开始 其实这一定程度 你也可以看的是 中央的统治力量 跟地方的乡绅力量的一种结合 或者说是一种妥协 另外汉武帝还在中央政府里面 设泰学 泰学后来就是所谓的国子监 这个你也可以说是 帝国的文官训练中心 另外地方上也兴起所谓的郡国学 由当时的四川本地开始兴起 所以汉武帝时代不单只是对外的开疆 或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 跟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基层的教育 的一个制度的建立 也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可以说过去秦始皇想要达到了许多的效果 都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实现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说秦皇汉武 我想大家非常了解了 虽然汉武帝不像秦始皇 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 他也是继承了景帝的帝国 但是他所创造的一个帝国的整个面貌 他所影响的深远程度 绝对不下于秦始皇 而且有很多别具创造力的一些想法 我们必须讲 他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觉得汉武帝这个人的特质 除了我们一开始讲到 他这个人是一个帝王的性格 就是他不是一个眷恋的性格 但是他一个特质就是 他的眼光跟眼界 还有所谓的思想是蛮超前 蛮高的 这是他的一个人格的特质 他很有战略观 对可以这么说 也就是综合了这些事情 再加上他本人的个人的特质 来缔造了第一个中华的盛世 就像日本说第一个中华帝国 已经变成一个世界型的帝国 那也为什么今天的所谓华夏民主 被称为汉人呢 跟汉武帝把汉朝坐大坐强坐远 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欧亚各国都称汉朝人为汉人 所以从此之后汉人就变中国人的代名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任私人系列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故事 当然我们还是要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支持我们这系列的话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或者是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 给我们支持 或者是透过线下的赞助 绿界PayPal支付宝都会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天真良草 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聊下去 那我们今天要再次感谢学长 好谢谢各位 谢谢主持人 我们今天互来座谈 谁来座谈 我们今天跟王立本老师一起来谈历史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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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